四支残废尽可自助洗车 万奖炸宝被拆穿 说自己撞车受伤残废 只能坐轮椅领400多万保险 却被看到走路shopping还能提水桶洗车 逃信万奖炸宝被抓到了 那2013年7月时 骑车自撞受伤 明知道没有严重到不能工作 却在2014年3月跟张姓女保险员 前往屏东基督教医院看诊 虚构严重伤势 是医院开立 中枢神经机能遗存显著失难 终身附件无法工作等诊断证明 先后向第一产险 信安东京产险跟国泰人寿 申请保险理赔 并在保险公司探视时 坐轮椅假装四支无力 顺利取得三家保险公司 共400多万的残废理赔 但国泰人寿事后持续派员追踪 同年10月竟派到逃难行动自如 出入便利商店 还能手提水桶重物洗车 复原审速 立即报警请监警查办 张女坦诚是保险顾问 陪陶南到医院看病时 陶自己开车来 但他仍建议他看诊时坐轮椅 陶南则公称 他都是依照张女教导装残 何怡婷认为 凯利诊断证明那天 陶南明明可以自己行走 还自己开车到医院 保险公司也拍到 他骑水桶洗车 进出超伤行动自如 认定陶南确实装残诈宝 依三个诈欺取财罪 判他有期徒刑三年 动新闻总和报道 inton洋